再次被贾玲的勇气感动 4月16日辣滚烫纪录片完正汉上线 第一集是冒险 让我们看到了镜头之外的贾玲 我就需要去增肥 大家在电影《瑞拉滚烫》中 通过短短两三个小时 见证了贾玲的蜕变 但在现实生活中 贾玲付出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为了在前期营造热银的颓废感 贾玲是先增肥后减肥 一度增肥一个200斤 无一给之后的减肥增加了更多难度 为了让这个角色形象更加完整 在纪录片中 大家可以看到贾玲真实的减肥生活 每一斤肉都是通过她不断运动 十分健好地减下去 而到撒青那一天贾玲在片场爆哭 她说自己选择了最笨的方法 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 但是贾玲也收获到更多人的喜爱 她值得 果然有很多商家开始称贾玲了 今年贾玲再次拿出网诈 一部热辣滚烫最终收获了34.6亿的票房 贾玲也为这部电影成功减肥100斤 掀起了一波全网减肥的热潮 没想到有些不良商家 借着贾玲和热辣滚烫的热度 卖起了减肥产品 什么沙拉黑咖啡瑜伽店等等 各种商品都有 16日热辣滚烫官方发文打假 穿这些商家经过多次提纲后 仍然不撤销广告制作假的信息 但导演贾玲 以及热辣滚烫边方从未代言 也为授权任何减脂或无糖类饮品 食品营药品地提醒大家不要 因为这些商家盗用了贾玲的形象宣传 就上当受骗 却使贾玲减肥以来 从来没有说过 自己瘦身成功是靠吃了什么 喝了什么 而是靠控制饮食和运动减肥 之前贾玲也透露过 自己的减脂餐主要是吃出凉和蔬菜 完全是减肥的正常必备 大家千万不要投机取巧 上当受骗呀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请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